富里乡东里台九县286.9公里处南下车道 发生了一起酒后驾车的车祸意外事件 一辆机车沿着白线突然要右转 一辆大货车来不及刹车 直接的将机车骑士撞飞了三公尺远 机车就卷到了货车底下 骑士是一位76岁的当地居民 身体多处擦伤 送医之后恢复了意识 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名大货车司机酒车值高达1.04 警方是依公共危险罪嫌将他移送法办 一辆机车停红绿灯 绿灯之后要往他的右转方向行驶 不过一辆执行大货车来不及刹车 就往机车骑士方向撞过去 这名骑士直接被撞飞三公尺之远 机车卷在货车的底下 一旁路人看傻眼 马上报警处理 一部大货车由花莲往台东方向行驶 行驶事故地点 与另外一部左转的重型机车发生碰撞 那重型机车驾驶倒地后 送医目前情况上稳定 这里是布里乡 东里台九线286.9K 被装飞的这名骑士是一位76岁的当地居民 身体多处擦伤 送医之后恢复意识没有生命危险 而这名大货车司机则是酒测值1.04超标 警方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 而双方驾驶经酒测后 大货车驾驶有酒精反应 那本分局一公共危险案移送法办 警方也呼吁用路人行驶宽大笔直道路上 务必要限速慢行 警方将在这个路段加强 侧照取缔超速以及交通稽查 以避免重大的交通事故发生 记者高双双布里乡采访报道